请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叫艾琳娜 来自俄罗斯 我是一名武术老师和太极拳老师 现在生活在北京 这凑人就是中文 这在中国生活至少十年开外了吧 十四年 十四年的时间 那你来中国就是为了学功夫吗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功夫 那家里边有人会功夫吗 爸爸是 没有 我爸爸是一个地质专业 但是经常把我带到原始森林去探险 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走进森林了 然后他有的时候也会带我们 一周时间住在那边生活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把我培养成一个男孩的性格 最开始练武术就是为了放野生动 练武术是我喜欢 因为我有一个哥哥 他特别爱看成龙的电影 看完之后 他就要跟我切磋 模仿这里边的动作 所以被我哥哥 培养成一个爱武术的人 最开始学的这个功夫 是中国的功夫 还是就是一些格斗散打的技巧 不是 就是中国武术套路 跟俄罗斯的老师 来学中国武术套路 对 所以学到一定程度 你说不行 这个还得到中国 这个功夫的发源地 去找一个最正宗的老师来教您 对吗 因为我感觉在电影里边 看到的那些武术动作 跟我们学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然后我就高中毕业 16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中国 什么时候找到了武术老师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去健身房 我就在健身房练过 在健身房找到了武术老师 不健身 确定不是健身教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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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那个开机全课程 对对对 然后那个老师 就过来看我一下 你这个是练武术的吗 我说是的 然后我也会练武术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他说好的 然后他拍拍一来 这个动作 我都惊呆了 我就这样 Oh my God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跟他学 然后我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问你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准备比赛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 说好吧 我帮你准备 然后就在 我们练了大概一年多时间 他帮我拿了 好多优秀的名次